我們這次繼續講法人神聖誠廣道法 並且講出一些細節在廣道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法的 我們都曾經講過這個 法人神聖誠廣道法裏面的內容 可以有些什麼 但不一定跟這個次序 是可以含有這些內容 但不需要每一個部份都有 並且不需要跟這個次序 是根據你那個情況 那個次序可能有不同的 講每一個主題 可以講到他人的反面例子 為什麼要講反面例子呢 因為反面例子就會被人看到正面神的一面 譬如說到 神的興省自由 神是一個興省的神 神是一個揹著重擔 也不是把重擔給人的神 那人是怎樣的 但人很多時候有什麼事呢 是很狡猾 很煩 很猛 都是重擔的 如果一個人經常都在重擔之下 有什麼後果呢 影響他身體健康 影響他不開心 影響他做事更加 更加做得不好 例如說 現在有一個文件 要趕他做 五分鐘做完 很急 什麼都想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即是越急 越做不到 即是人原來越急 越做不到 不興省 因為不是代表我們 什麼都不理軟皮石 而是他一樣有責任感 做他應該做的事 但興省去做 是很不同的 還有神的恩 要作為這個講道法的重點 就是一定要在神方面的角度去看 即是想像 從整本聖經 我們會看得到 神如果成就他的事 有五樣東西 我們可以思想 大家 這個我打出來 大家可以寫下 或者記下 第一就是 神的聖情 他有這個聖情 他有這個愛的聖情 關心、接立人 輕省、祝福人 即是神有這些聖情 包括有聖結 然後第二就是 神有這個心態 即是祝福的心態 譬如一個人 他養得很好 他不一定祝福你 他不一定要幫你 有一個人 你跟他說 你這麼有錢 你不如幫我 他說我有錢 不一定要幫你 但是神有這個心態 第三是恩典 即是他有這個心態 他都要行動 即是他會把好東西給我們 就是不配的 我們不配 但他都給我們這個恩典 然後第四就是 他有一個計劃 他有一個計劃 他走出來 第五就是行動 其實在 即是我們從聖經 看得到神怎麼幫以色列 哇 真是他的聖情 真是很有憐憫 接立 那麼他也都是 他有這種心態去祝福以色列 也都是祝福教會 也都是有這個恩典 給以色列 雖然他們犯很多罪 但是神依然給他們很多恩典 然後呢 神有計劃 然後呢 就有行動 即是由這些 我們可以去發掘神的恩典和作為 那這種講道法的不同 就是你不只是用人的角度 我有困難 神就會幫你 而是神今天一早看到我們的困難 神來說 困難是沒有問題的 他一定有出路 他一定會為我們開路的 而且神是會看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方法去祝福 我希望大家 時時都會這樣去看 譬如薩蓋 不只是耶穌剛剛走過 見到薩蓋 是神永恆 已經吃得薩蓋 神又知道他矮 不是神令他矮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人類生得有高有矮 就是 生得 其實是發育不良 但是 如果人類未犯罪 人就不會這麼矮 他矮 但是呢 神又給他這個心 當他聽到耶穌所做的事 他的心是有感動 這個感動哪來呢 是聖靈給他的 聖靈就感動他 看到耶穌這麼真 這麼好 這麼愛人 這麼有能力 所以他的心就羨慕了 那些事務呢 神又給他智慧 死定了我這麼禮 又看不到耶穌怎麼辦呢 神就給他的意念 爬上樹 於是他就爬上樹 爬上樹的時候 耶穌就不像偶然間 剛剛走過經過那棵樹 而是耶穌是直接向著棵樹走 他知道薩蓋就是在那裡 走過去 耶穌就黃在頭 薩蓋 就是耶穌已經認識他的名 就是神已經認識他的名 就說我今天要 你下來吧 我今天去你家吃飯 如果我們說 我今天去你家吃飯 你說我什麼時候請你 但是在耶穌來說 很不同 耶穌很受歡迎 很多人都想找他去他家吃飯 而他會去他家吃飯 因為他是一個罪人 一個稅妮 可能掛了很多錢 很多貪污 但是耶穌都說我今天來這裡吃飯 應該當時有ICAC 應該有 蓮正谷主 可能捉了薩蓋 但是耶穌都一樣去他吃飯 然後那些人就指控 但是神的靈就感動薩蓋 死就死了 但是他不是出於死的心 好吧 我就把我所有的 誰騙他誰 我還他四倍 然後呢 我有的錢 我一半給他窮人 哇他的錢真的剩下 真不知又好剩 神就感動他 他甘心樂意去這樣做 神就更生他 其實這個過程 神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就想大家去 去想一下神要成就這些事情 他做多少事情 成就這些事情 還有神的心是什麼 同樣我們中間有很多人 有很多罪 很多怨人 但是神會定義祝福我們 不是當我們做好人的時候 是當我們還是不聽話 所以耶穌都不聽話的時候 神依然是定義祝福我們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就說我們的神真的好 也有神的戒命 不只是說恩典 神的戒命 神的吩咐 神是叫我們去祝福人的 也都好像耶穌這樣去 他看重每一個人 就算他是罪人 我們也看重他 在講道的時候 一定有解釋經文 就不只是說故事 而是在經文裡面 看得到這件事情 因為在經文我們看得到 耶穌會稱呼他殺哥 耶穌就是認識他的 因為他有這個聲音 講出來 聖經講道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有稱耶穌為主 沒有聖靈的感動 人不會有這個聖靈的果子 有這種生命的改變 所以這些都是聖靈產生的 所以是從整本聖經 解釋的經文 可以看得到 神在他裡面做的工作 然後呢 也都可以有一點 就是人不能夠活出神 這個聖靈 既然 即使我們講了一個主題 就是輕省 既然神說我們可以 勞苦丹重丹 來到耶穌路得到安息 為什麼這麼多人 得不到安息呢 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讓人去反省 為什麼這麼多人 雖然耶穌應該安息 但是為什麼都不安息 由第六、七 如何 如何我們詳細講出來 讓人知道如何的方法 而我在聖靈德聖 有一個德聖五部曲 剛剛我講過的 就是在早些時候 處理生命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第三 聖經觀念處理 第四 親近神不靈 第五 選擇順服 當然不是每次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怎樣幫助人 由一個重淡 然後慢慢興起 這個當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這個是需要時間更多去解釋 有挑戰 我們今天有沒有重淡 有沒有壓住 有沒有抑達 有沒有不開心 有沒有煩惱 我們今天可以來到神以前 得到釋放 放低這一切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能夠面對自己的困難 能夠得到釋放 能夠放下一切的重淡煩惱 然後呢 第九 更生生命的其中 一起討好 我們將重淡放低 這個是一個 可以有的內容 但不一定要有的 好了 這次我會講到一些 廣道裏面的 一些部份 第一就是講到 引言 引言其實不只是廣道 有時候 例如你小時候 你想跟媽媽說 媽媽 不如 小時候沒有現在的手機 例如你小時候跟媽媽說 媽媽 我很想買個單車仔 那你說 我想勤力讀書 我想身體健康 當然小孩子 不會這麼說 那我運動下 我會讀書讀得更加好的 就是要說媽媽 真的 未必會這樣 小朋友未必會這樣 但如果大了 可能會跟媽媽說 譬如你還未賺到錢 她跟媽媽說 我想買個手機 那你可能找方法 怎樣去引言引起她的興趣 那是講到一樣的 而引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引言的目的是引起她的興趣 還有她知道期望些什麼 人的反面例子 譬如說到人的怒氣 那大家不知道上網有沒有見過 有些人怒氣怎樣 他打遊戲已經輸了 打不到 把整個電腦放在地上 整個摔了 那些人的怒氣 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也有人的怒氣可以令到他殺人 做一些很破壞的事情 那種很大的破壞性 人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信耶穌一樣 有時會說一些傷害的說話 譬如說 有時人的說話 會令到人覺得很難受的 譬如說 啊 為什麼你這麼沒有愛心 這句說話 雖然說得不太大聲 但聽到的時候 人會受傷害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批判性的仇 是會令到對方有種傷害的 一些反面例子 來顯出神的那種正面的美好 那自己或者某人的經歷 經歷過怎樣 在那件事上有經歷 或者對某些聖經觀念不同的看法 譬如有些人就認為 耶穌隨時回來的 有些人認為 耶穌是要經過七年災難回來 有些人就說七年災難之前回來 其實我以前也曾經說過 關於這個災難 和耶穌回來的時間 根據聖經 我看到聖經是說 在《協實人家戰書》 四章十四節開始 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是說到被提在耶穌回來 不是在耶穌回來之前七年 並不是有段時間 基礎被提 不需要經過這個大災難的 但是這個 講出這個 對於聖經的不同的觀念 然後去引起人的興趣 如果大家關於這方面 你想了解 你可以看回我以前 曾經有一次的講 在這個課程 都講到關於這方面 但有興趣可以再問我都可以的 或者有關的新聞 現在很多新聞 講到發生什麼事 或者真人故事 或者用問題令人反思 就是說引言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其實這個只是例子 好了 一些我自己常用的 一個講道大綱 但是不是一定要用 不過這個是用這個 法人神聖情講道法 是一個容易有的大綱 所以有時候有人說 阿牧師 一會兒你講道可以嗎 我是隨時可以起身講的 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我講道 講到不知多少千次 另外一個原因是 就是我有一個很簡單的講道的方法 這個講道的方法 人的反面例子 譬如他想我講奉獻 我可能講反面例子 為何人這麼怕奉獻呢 錢一飛了就是飛了 銀巴就輕了 就少了錢 牧師當然是說存在天上 他當然是這麼說 存在他的銀行戶口也未定 都不知道是不是 人不會有這些反面的想法 如果不合乎聖經的想法 這個是錯誤的 聖經講道是存在天上真的 既然我們信人 所以信了 包括錢 這件事很難相信的 我們也可以說 為何這麼難相信 人的反面例子 又是神在這方面的聖情 或是恩典 但我們的神是很慷慨 神真的什麼都給我們是好的 即我們用你上來 就不覺得回事 但當你沒有了 你就覺得很慘 就算我們的手指 這麼簡單 都是神給我們的 即是神 神給我們就不是奉獻 就是賜給我們 我們要奉獻 神就賜給我們 神賜給我們 我們實的手指 真的很有用 一生人 你實的手指 是不是做了很多東西 非常之寶貴 如果你沒有這隻手指 真的很不同 所以我們收到 這麼好的禮物 我們要感謝神 我們的頭腦 是不是非常好 能夠思想明白 很多東西 能夠分析很多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還有我們吃多少好吃的東西 都是很大的禮物 我們睡著睡著 哇 多舒服 是禮物來的 神給我們這麼多好的東西 亦都給我們 有能力賺錢 能夠 其實一個人 他發揮他的生命的時候 他賺錢是可以 即是與你足夠 足夠 超過他需要的 這就是神的恩典 他給我們好的東西 第三 人為什麼不能夠 活出神的聖情 為什麼人不能夠奉獻呢 怕什麼呢 對神的看法是怎樣呢 由怎樣被神的恩典改變 怎樣處理我們的罪的問題 怎樣能夠學習奉獻呢 就是明白聖經 既然我們信耶穌 信了聖經所說的 少眾的少收 多眾的多收 你呢 你要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以此事事外 為你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於你們 以致無處可用 是否能夠相信這件事 神真是將恩典 傾福於我們 甚至無處可用呢 我們為什麼去處理這件事 然後呢 挑戰 即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廣道的方法 譬如有人到時請你講講宣教 那你立刻找經文 宣教最簡單 可以用馬太方28章 19到20節 你們要去才賣民 賣民 賣民 所有的人民 能夠得到耶穌的恩典 那你就說 人的反面來自 為何人不敢去宣教呢 覺得自己沒用 宣言都沒什麼用 講言都沒什麼用 人家比我更厲害 人家教會比我更大 我怎麼去宣教呢 就會有這些懼怕 還有覺得 先搞定自己 先搞定香港 先 怎麼去宣教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們不敢去宣教 神的聖誠就是 神是眷顧很多需要的人 而我們宣教應該是去想 哪裏需要我們去哪裏 有時不一定要大地方 有些人說 嘩很多人聽我 嘩很開心 不是一定要多人聽我 而是那裏最需要 我們去到可以影響祂的 我們感謝神 我們去黃泉道那裏 影響祂 以至祂能夠得到更新 我們感謝神 神的祝福來到 都不是我們想到的 因為我們去到的時候 的確看到 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感謝神 去完之後 有這個果效 這是神的恩典 即是說 人的反面 為何怕宣教 神的聖誠就是神憐憫 那些很多需要的人 為何人不能夠活出這個原因 以及如何被神的聖誠更新 如何去有這個宣教的心 亦都可以用一些見證 如何宣教真的 去完宣教的人回來 如何生命改變 挑戰我們可不可以試一次 星期六一次 星期三晚一次 我們是有來的 好了 有不同的故事 廣道的大綱 可以有不同的大綱 因為我們廣道是應該有大綱的 就不像廣言人 都不知道你去哪裏 而我們今天有PowerPoint PowerPoint是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需要學習使用的 PowerPoint是讓人更加容易跟從 亦都不難學的 如果有一班人想學 可以一起找個電腦 教導大家如何做PowerPoint 就講讀了 有幾個想學PowerPoint 因為阿May她手 她鼓鼓鼓鼓 好 大家在這些群組那裏報名 和Manny報名 然後我就會教大家 找個機會 好 這裏就可以故事或者歷史進度的大綱 例如說到浪子 由他迷失的時候 由到他醒悟的時候 然後他回去見到他爸爸的時候 然後他跟著 最初都不能夠接受他爸爸的愛 後來在爸爸一起去享受 去開心 即是這個歷史的進度 信日時間性的大綱 即是說那個時間的進度 或者不同的例子 就譬如說 親人神的人的例子 在聖經裏有不同的人親人神的例子 叛逆神的例子 不同的人的叛逆神的例子 跟著不同神的作為 或者人的作為 即是用這裏來比較 神的作為 有拯救又有審判 有喚醒的人 即是人的作為 人的作為有時是破壞的 如果你看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看到那些破壞者 在猶太人中間破壞 破壞他們重建 人的例子 人不難不滴熱 或者有熱心 即是有不同的人的作為 神的不同性情 我們可以說他的慈愛 恩典各方面 前因後果 譬如 猶大會出賣耶穌 是有個前因的 聖經說到他經常貪錢 拿錢 拿錢 我們都會想過過程 怎樣發生的呢 見到那些人 有些人這麼有錢 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享受 而我們這麼窮 見到那些人奉獻了錢 這麼多錢 心就起了貪念 即是他講出那個過程 有一個前因 有一個後果 對比 這個墮落犯罪的猶大 和彼得 或者是猶大 他出賣耶穌 和彼得 否認耶穌 是有分別的 這兩個對比 或者有些 不愛主的 愛主的 不同的等級 經徒有很多種等級 有些就是信徒 有些就是怎樣呢 他肯專心祈禱 在這個女底瓦 去到這個 其立比的地方 女底瓦去祈禱 有些就是委身的 侍奉的 去宣教的 有些就是殉道的 但當然有些人說 我不想做這個級數 有時是神簡算 但不要緊的 神簡算必定會給你恩典 給你力量 還有任何邏輯性的大綱 任何的都可以 那為什麼有邏輯性呢 即是有些次序 即是不要忽然間說 東一下 跳去西一下 南一下 到底你想說什麼呢 我曾經在神學 教導 講道的時候 有些人說什麼呢 一開始說 神愛世人 耶穌很愛你們 你們悔改 信耶穌 一會兒又會說 你們要委身 要服侍主 知不知道 全佩恩 你要去宣教 聽到 到底他的對象是什麼人呢 即那個 在他來說 可能覺得邏輯性 但聽到的人 忽然間叫我們信耶穌 現在忽然間又叫我們去委身 去宣教 去奉獻 事奉主 他好像包羅萬 有一篇道 但是聽到的人 就覺得好像 到底你想我們做什麼 好像不是很裸道 那也有時候有些人 講故事 分享 一會兒又講這個 一會兒又第二個經歷 你聽完這個經歷 到底有什麼共通點 好像聽不到 那我們一定要 不是好像 我有三個故事 要放下去 而是我有個目的 然後那個故事 哪個適合 我才能放下去 不能說 我有三個故事 我看他講到什麼 到哪裏 那這個就不是 不是對的 所以大家都 留意一下 我們自己講的 和測性 和測性 充滿 和帶動 我們的心靈 那意思就是什麼 大家看著我 大家不用看 那裏 有時候 廣道 初期 我廣道的時候 在神論院畢業 都有一些教友跟我說 他說 牧師 你臨到廣道 比較硬 好像不太懂得反應 有時候 跟我們聊天 好像心不在焉 臨到廣道 緊張 那時候 我們整天在想 第一點到第二點 如何轉接 第三 第二點到下一點 怎樣 怎樣用這個例子 那時候 我整天都在想 那時候 其實很辛苦 但其實我們講到 可以怎樣 這個信息 充滿我們的心靈 我就很想 今天 每個人都 看到神很疼我們 很愛我們的 我們是被愛 我們很寶貴 我們是神的子女 不是老僕 我們是神的子女 是可以享受神的 於是我的心 充滿這種意念 那時候 講的時候 就會 我們真的可以享受神 不用那麼大壓力 做基徒 其實 越親人神 越享受 越親人神 你每次祈禱都 可以經歷到神的動作 越享受 就不會覺得那種壓力 那時候 做基徒就不會覺得辛苦 是覺得 是直接享受 事奉主 也享受 所以我覺得是事奉主 是享受 來的 那我因為心 充滿這個信息 於是我講出來 就會很自然流露 但我初期講到 不是這樣的 初期講到 第一點 例如 神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怎樣 可以釋放 怎樣 跟著邏輯性 反而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不能流場 但當我裡面 充滿這個信息的時候 講出來就流場 我希望大家記住這件事 要是有聖靈因高 就是聖靈在裡面 產生這種火焰 於是我們講出來 就很流暢了 這個就會令到 你講的信息 是很流暢 還有有生命力 有激勵性的 這個所以 是必定有這種生命的 好了 還有一個清晰簡單的 主題和目的 有時一個 有時講一篇道 是一個經文 可能講很多東西 但人聽完之後 會忘記了 我們講一件事 譬如講到一件事 是甚麼呢 關心你旁邊的人 出去 關心你的鄰居 關心你的家人 關心你的親友 關心一個人 你從頭開始講 一直關心 到最後 請大家 你可不可以想一個人 你開始去關心他 有誰需要你關心 他是很想有人關心 但是沒有人關心 你可不可以去 踏出去關心呢 當你一路始終 講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 其實今天 可以回去關心誰 但如果你一會 又關心 你一會 傳福音 因為宣教 你要為他祈禱 聽完之後 到底做甚麼呢 不太記得 又不太知道 今天回去做甚麼 但你一路始終 很狹窄的 一個意念 為甚麼要狹窄呢 譬如傳福音 傳福音說一堆 可能人未必能得到 但你很狹窄 說到我們就是關心那些 沒有人關心的 傳福音都可以說不同方面 譬如今天講到 你有時看到一個人很孤單 他很需要耶穌的安慰 可能他不想接受 但是他需要的 那麽就講到一些關心 一些被人忽略的人 那時候呢 這個狹窄的意思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有時我們太廣泛 甚麼都想達到 反而達不到的 即是不要一邊講到太多 而且這樣的時候 人會覺得混亂 好了 一個清晰狹窄的方向 太闊的主題是甚麼呢 做好基督徒 做好基督徒甚麼都很多 那是狹窄的 如何與神建立心道的關係 如何處理生命的問題 如何處理怒氣 如何處理負面的情緒 如何處理對神不難不言 那麽就比較狹窄了 太闊的主題 建立教會 一個很大的主題 那麽呢 建立有愛心的教會 建立有動力的教會 有神童的教會 那麽就狹窄了 聖靈的工作很闊 但聖靈似能力存闊 聖靈似能力醫治 聖靈似能力更新人 先放人的心靈 那麽你就狹窄 即人聽的時候 他會記得你說甚麼 太闊的時候 他會記得了 還有整篇講到 建立一個狹窄的方向 譬如說到內疚全消 即全部是沒有內疚的時候 那麽就講到隱然 每個挑途都曾經被內疚折磨 這裏有沒有人是沒有內疚 從來沒有內疚的呢 沒有啊 個個都有 我都有 個個人都試過 覺得很醜怪 有時想回很久之前 發生的事有沒有覺得很醜怪 為什麽那時不會這樣做 這樣講話 為什麽這樣得罪人 覺得很醜怪 然後跟著就活在內疚中 更加痛苦和無力量 即是這個反面人的反面例子 內疚不是會推動個人 更加侍慕主 反而他會覺得 我真是很內疚 我真是沒什麽用 做不到事 不配 有些基督徒經常都說 我不敢祈禱 因為我覺得自己太醜怪 我做得不好 我已經很久沒有祈禱 我不敢祈禱 這就是內疚的事 內疚反而是破壞性的 第二就是 耶穌已經贖罪了 不需要內疚 有時人就會說贖罪 然後會說耶穌救了我們 射免我們救我們 給我們永生 這跟這個主題無關 耶穌的確是將永生自給我們 但是這個主題是講內疚 就不要說到 耶穌射免所有的罪 永生將來我們去天堂 這個是真 不過跟內疚無關 那你就不要說內疚的時候 有時候講一堆其他事 由耶穌又釋放 釋放安慰你 這些是無關的 離而所提的 所以我們要記實 我們講內疚就是講內疚 每一部分都是講內疚 就是耶穌屬罪 不用內疚 不用內疚 不用心裡有 經常在指控的 而是心可以鬆散的 好了 為何難以接受謝罪的原因 很多人為何還是內疚呢 就因為覺得 其實基本上人是一種功勞 如果我做些事好些 譬如打爛了個花瓶 小孩覺得我掃乾淨 整個屋擦乾淨 媽媽回來就會覺得 我乖一點 那就不要這麼罵我 那就覺得值得一點 但是無條件 覺得 好像很多人為何喜歡信庭 其他宗教做些功勞 但是耶穌就是霸白赦罪 他覺得好像 那些世界沒有霸白這件事 但是耶穌就是霸白 因為人根本達不到 第四 射罪帶來的喜樂平安 哇 這個人的正義來自 射罪真的鬆了 整個人鬆了 所以我現在其中一個原因 我不想犯罪 為何呢 就是射罪之後 會再有清潔的良心 很鬆的 當他犯了罪 他總是覺得那些罪追著我們 很不舒服 很辛苦 好了 怎樣可以除他內疚呢 很重要 觸實神 因為神說我 射罪你們 相信 神說了這件事 他就真的射罪 神所說的說話 就是 他一定跟著他做 神是跟著他自己的話語去做事 神是不會超越他的話語 他說了射罪他便會射罪 他不會說 今次我不射臉 他一定射臉 這就是神的特質 這個是一個狹窄的主題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簡單的大綱 就是我的目的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想達到什麼呢 我想達到生命更新 基督徒的愛心 神的供應 預備 神職 專注在分享這個目的 就不要去到很複雜 譬如你說到想簡單的目的 神今天會醫治 那你就不要拆開太多 說到聖靈很多樣的工作 其他 就是不要說太闊了 只是說到神醫治 今天可以醫治你 今天可以釋放你 你的重達 今天可以得釋放 你就著重在這裏 就由頭到尾都是說到 你的心可以鬆散 你的重達可以鬆散 你的罪達可以鬆散 你的邪靈的影響可以鬆散 那就是幫助人去處理 就是單靈一件事 顯出要點 不要說不需要的細節 就是那個重點 譬如有時候 因為我們想 有些故事想說 於是就會 說了很多東西 但我們顯出什麼重點 我們想說那件事 就想說 有些人覺得不需要 就要把它刪除 請這個人 全都給我看一篇道 他說 他太多東西想說 我告訴大家 我曾經說 有些人太野心 太多東西要說 反而達不到 並且那些人開始 哎呀 幾次完 哎呀 好辛苦 好辛苦 很難是出不來 因為他太多東西了 我們要顯出那些要點出來 說到帶著信心神的壞意 是必不徒然返回 今天的人聽完 真的可以鬆軟 哈利虎 今天可以鬆軟 你信不信 可以完全放下重担 再沒有煩惱 再沒有內疚 完全輕省的 即是有上心 神的壞意 有能力的 講到需要帶著聖靈的恩高 因為這個是神的工作 不是只是口才 是神的同在 讓人進入神的同在 相信神的同在 變成在討告之中 神的同在運行 現在的恩高 在甚麼地方會有呢 第一 預備訊息 一直在討告 一路在討告 那些人 在預備訊息很喜歡唱詩歌 噢 那不是唱成的 很光唱的 噢 噢 YES 一直在這個狀態之下 寫 所以從未講之前 在討告的狀態 由我講的時候 我更加在這個討告狀態 我現在一直在心裡 想著耶穌那種 輕省平安 愛 於是我就心裡火熱出來 這個就是整個過程 都是一樣的 第二天大家 建功都一樣 建功是怎樣的呢 未建功 在聖靈恩高之下 神幫助我 預備回答問題 到建功之前 阿里瑞 感謝耶穌 充滿聖靈充滿 然後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地方 你可以去到建功那裏 的石頭間 在裡面那裏 不要大聲叫 在裡面 阿里瑞 耶穌多謝你 多謝你 有聖靈充滿一高 然後進去的時候 一路進去 啊 如果你覺得要壓住 你就封了 阿里瑞 耶穌和我一齊 阿里瑞 然後進去 不然你不要一邊 interview 一邊笑 但一邊有信心 interview 就算我們做普通事 都可以在聖靈一高之下 做得更好 好了 自己的心被震撼 才能夠震撼人 就是說 我們講到的時候 是 是自己都被那個信息影響了 我真的聽完那個信息 我都不能夠不去搖說人 真的要搖說人 真的要搖說人 所以說的時候 一方面很想人都要搖說 自己都真的要搖說我們所有周圍的人 自己就生人 還要講搖說的信息 根本是說不到的 自己真的能夠搖說 周圍那些 激生我們的人 還有呢 想到神的奇妙作為的震撼 還有呢 我們思想神的作為神的感情 其實神對我們是很有感情的 她的婦人已經能忘記她 吃了她的嬰孩不練 所以她所生理 以即為有忘記 她都不會忘記 她真的經常掛念我們 啊 她怎樣呢 她現在怎樣呢 我的心真的很掛念她 神經常都掛念她 神是有感情的 她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物而愛我們死 我們喜樂而歡呼 是很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想到神 都學習 啊 神真的好 其實我有時間就會想到神的作為 我看到人的改變 我又會想到神的作為 他怎會這樣改變呢 怎會這樣有這些分享呢 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我就看到呢 我就會想到 神做了多少預備工作 我的心就很歡喜的 越想呢 啊 神你真好得不得了 我真好喜歡你 我經常都這樣跟神說 神你真好得不得了 我真好喜歡你 很欣賞你 很歡喜你 很享受你 這個呢 就是充滿感情的 而將感情自由表達出來 在講的時候 身體 跟著 我都講過 跟著腳 跟著腿部動 聲音 跟著心靈 那聲音不是怎樣 我現在要大聲 耶穌愛我們 這樣 耶穌很愛我們 在裡面湧出來 在耶穌很輕散的 在裡面大出來的 不是我要好像 我現在要大聲 現在要小聲 現在要快樂 要在感情那裡 表達出來 是自由奔放的 所以你有這個自由奔放的意念 你就可以去宣講出來 有感情的分享 才能夠影響人的 就是 神都是充滿感情 我們都是可以充滿感情的 先這樣 不要低沉 有時候可以低聲的 我們想想神有多愛我們 想想神在這個禮拜做了什麼工作 今天神做了什麼工作 我們心裡有沒有回應 有時候可以低聲的 但是低聲的時候 不好的聲音聽不到 我嘗試聽到 有些人說話是這樣 我說 神愛死人 有些人聽到 聽到一個字 聽到一個字 是否知道他有一個字 也聽不到 高音是聽到 低音聽不到 因為他沒有氣出 低音沒有聲音 沒有低沉 如果低沉 人家聽到很容易睡覺 沒有規律性 神很愛我們的 神很關心我們的 神跟我們一起 神就和我們一起 現在我們親近的神 我們聽一下就會睡覺 我們要改變一下速度 就是怎樣 有些重點字就是 在那裡停一停 重點字就是加強 你留在說話就是 重點字就是加強 重點字就會慢一點 有力量一點 聲音是有快有慢有不同的 就是你嘗試說話就是 根據你所說的 就算沒有人說話也可以 講到一定是誇張一點 大聲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講到對一班人 因為一班人聽的時候 是沒有回應 通常來說沒有回應 不跟聊天 聊天 聊天 你們兩個聊天 就算你很細聲說 你對人發生甚麼事 你做些甚麼事 怎樣 兩個很細聲都可以聊天 很久都不會睡覺 但如果你說到的時候 你近來怎樣 有沒有煩惱 耶穌會幫你 你靠耶穌 你靠耶穌 那些人就睡覺了 因為一班人的受益 沒有交流的時候 是比較難一點的 沒有規律性 改變的速度 又沒有句句大聲 有時候細聲 有不同的果效 還有內容有改變 這些大細聲 不是好像 我這個要大聲 那個要細聲 而是說到那樣東西 那樣大聲 你就大聲 在心靈發出的 還有表達感情 說的時候有表情的 有輕鬆的 說到也會有些地方 表達到緊張的事 有很多事要做 很緊張 那你就表達緊張 我說 有很多事要做 很緊張 都不切緊張 那些表情是跟著你那個表達的 表達出心靈的火熱 真是看到神的天國 這麼好 這麼多人 我們可以祝福 看到人的改變 我們就有這個心 上去 上去救他們 我們想慶祝你們 慶祝你們 慶祝你們為人 用什麼練習呢 用 好像打陷路 哈 大家試試打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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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打陷路呢 聲音就會開了 那你當你練習慣聲音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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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的 如果不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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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用這方式 一樣不能夠高音的 是要打開的 是要放鬆的 是要放鬆的 那你們可以上課 聽我們講很多次 你每天練什麼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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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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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練這個 打開口腔 哈哈哈 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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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停頓的 身體動作 從內心發出來的 不是像做給人看的 是裡面發出來的 是由腳和脊椎發出來的 頭部的動作很重要 就算你普通說話 頭也有少許 就不是只有頭 是身大動的頭 頭的動作 你好嗎? 歡迎你 就是有很少的動作 就算普通聊天也會 你看到一個人 有頭的動作 會覺得說話比較活潑 是輕鬆自由的 不像做出來的 跟隨內容 比如這群人 他們聽到沒有那麼留心 特別多動作 也曾經因為我很多年 教小朋友 小朋友當然要做多點動作 整個身體動作 這也是我以前操練出來的 面倒的表情可以有微笑 喜笑 開心笑 享受神 一起試試做這個動作 啊 享受耶穌 耶穌真好啊 享受神 興奮啊 啊 耶穌真是很真的啊 耶穌真是來醫治的 哇 祈禱真是很快啊 興奮啊 火焰 啊 我們個個可以出去 傳呼啊 你想不想啊 心裡有這種熱切的心啊 哇 被聖靈的火燃燒 很想救那麼多靈魂呢 在我裡面 經常都有這個 不燃的火 還有眼神的接觸 眼神不要看著一群人 是看著逐個逐個看 是也有感情的 看眼神也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看著 是看著 但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眼是可以有很多感情的 曾經有一個 在網上 有一個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在那裡笑 她說 這是一個最 漂亮 但是假的笑容 因為她怎樣呢 就是這樣 是沒有眼神 如果有人笑呢 眼睛會笑一份 哇 很開心啊 眼睛會笑的 她說的是一個笑容 不是真的 全身的 是一個 就是一個口笑的 就是一個自然的 是用眼神發出來的 不要看地啊 不要看只有一群人 眼神也傳遞出神的喜樂 不同的感情 在你說的時候 是傳遞的 中文字幕會寫